Dark hello大家好我是摩寒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好久没有玩的手机游戏 就是iOS平台上的一些游戏 然后最近找到一款游戏 因为最近那个Pokemon Go的话是玩不了 因为上海这边所去了近身能进去 但是玩不了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游戏叫做 这个永不停歇的骑士 或者叫那个永无止境的骑士 或者永无止境的战争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款游戏的话 类似于这个火炬之光的画风 就是那种漫画画风 然后玩法有点像那种 暗黑破坏神 就是地 怎么说呢 就打怪刷装备 然后爆装备 然后升级你的装备去 不断的推进这个层数 这个好像层数很多的 我现在玩到现在最高就打到75层嘛 就最近刚刚打到75层 然后这个游戏的话 是类似于放置类型的游戏 就是你就放的它自动会打 但是你可以按按技能 打boss的时候是靠技能打的 我们先进入游戏吧 其实这款游戏的话 对苹果手机来说是很耗电的 就是你放在那边耗电 而且它优化不好 容易耗电 包括容易发烫 而且插着电 就插着电完的时候 就插着那个充电器完的时候 根本冲上电 电就是啪啪啪往下掉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是玩到24级 玩到24级 然后呢 这个成就完成了一大半了已经 大概玩了两天左右 两三天左右 就每天就那边稍微玩玩 然后宝箱的话收集了35% 它每种宝箱可以开出不同的装备 这个我都是开出一型的 两型没开出来 好多两型没开出来 基本上就开出这些东西 然后越到后面越厉害 我现在玩到现在是 70 75 77层 还没到80层 它是 我们可以看到有技能 技能是多少几多少几解锁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有符文 如果玩过那个暗黑破坏神3的玩家的话 就知道 这个符文就类似于这个 不同的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应该就是抄袭暗黑3的符文模式 然后这边有暴击啊 什么加倍两次攻击啊 一模一样的 其实 然后有不同的技能 它到后面技能会有来多 我还有一个技能没解锁 是27级 叫虚空的这个技能 然后现在的话 我使用的技能是什么呢 就是护盾 就回旋斩加护盾 就是你在回旋斩的时候 赚三次的时候是无敌的 还有一个 跳跃是双倍跳跃 就是类似于暗黑暗黑2里面那个 暗黑3里面那个隐瞒人的那个 就是跳跃斩 就跳起来踩一下那个复制人 就是那个召唤 召唤复制人 它有不同的 比如说普通的 然后可以召唤两个 然后治愈 但它复制人是有时间限制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商店啊 什么的 商店的这个代币不是充值的 当然你也可以充值这个宝石去买这些东西 然后这些代币的话是通过晋级 就是没打几关 到多少层 它会给你这个代币数 越打到后面代币数越多 然后你就可以买很多的这个 什么骑士升级 下面这个宝石我们就不看了 因为我们不花人民币去玩的 然后骑士升级之后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骑士的栏目里面 这个升级栏目里面看到 你这个你看我这个已经升级到600多倍 百分之六百的 百分之六百八十的这个物理伤害 就是一上手啊 就有六百八 所有物理伤害成就是再多 再多百分之 反正六倍吧应该 多个六倍啊 然后包括这个代币获得也有提升 护甲是多了五倍 六倍护甲 然后这个是两倍的技能上 抱歉最近嗓子不太舒服 可能录制过程中会咳嗽什么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这一关如果打不过啊 包括还有这个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药水 这个闪电一样的 就这个东西 闪电啊 这个玩意儿是 狂暴药水 就按了之后 它自动在那边加速 就是瞬移打怪 但是 遇到强的Boss就直接躺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Boss能不能打得过 现在我是打小怪 我们可以在这下面 这个界面还是介绍一下 你可以在下面升级啊 就升级你的武器啊 左上角啊 右上角 右上角是钱啊 你可以花这个钱去点这个升级啊 升级武器之后 它会不断提升攻击力啊 刚刚我们看到我这个攻击力是多少来着 现在是已经是五万多攻击力了 呃 15 15万的这个防御力 和2万的技能伤害 包括这个盾牌 盾牌这个 它有各种特殊效果 就是每个 每个装备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古老的 它就有不同的特殊效果 就类似暗黑的那种装备系统 包括这个攻击武器啊 什么的 推荐是什么 武器就是用这个 加伤害倍数 39%的这个伤害 就是你这把武器伤害 再加39% 还是总体上加39% 我也不知道 就没去算过 然后这个技能伤害的话 是通过这个披风 然后我 我是打到了一个 开箱子 就打boss掉箱子之后 打到了这一个 三星的披风 它就打boss的时候 你死了 可以立即复活一次 相当于用了一瓶 那个复活药 然后还有 这个致命一击 就提升 0.5%的致命一击伤害 啊 就是这里还有护甲值 就是所有 呃 我身上护甲值 还是这个护甲值 提升48 48% 我们先打一下boss 试试看 这个基本的系统介绍了 然后我可以看这个上面 呃 等会等会可以介绍一下 现在不用介绍了 先打boss 嗯 boss的话 我推荐是招两个复制人 然后让他们去扛 你看这个boss伤害很高 boss伤害特别高 好 我躺了 但是我有复活的机会 对吧 啊 干掉 好的 打过这一关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代币就上升了 之前还是1300还是1400 不 1.3还是1.4 现在变成1.67了 然后如果你打造90层的话 就是你所有的代币乘以2.5 头目奖励物品奖励下面都有 就是超过90层的话 然后我们获得了一个宝箱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宝箱 然后就可以开到 又是一个三星披风 但是每个三星披风的属性是不一样 这个是使用技能后伤害提升21% 7%的躲闪励 这个我要 致命一击护甲之气就没什么的 然后带了这个 差不多 这个怪伤害好高 要躲闪吧 躲闪比较好 小怪伤害好高的 打不过去了 感觉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下一关boss打不过去 我们就不打了 打过去我们也不打了 我们就直接 晋升 晋升就类似于转身一样的 哎 这代币率上升了 1.98了 挺快的 每过一关都会加一点 是吗 每过一关 就是每过一层都会加一点代币 打完boss也会加代币 这怪好强啊 还是没事深深物理伤害 这样就可以挂机 你可以离线也可以挂 暴击伤害是翻倍现在 砍一下好像十万 七十九层 每过一层 他不会加 刚刚为什么加了那么多 技能伤害还是挺强的 前期靠物理伤害 后期靠技能伤害 所以基本上都要平均加 你防御力什么都要加 踩一下就这么多血 你看我们加一点防御力吧 防御力也加到九十几了 就开始赚了 这个说好不赚的呢 九点多开始赚 哎呀 这个楼架装修还没搞定 真烦 烦得要死啊 赚了我一个礼拜了 从上午钻到下午 中午两小时休息 难得今天看到他九点多都没钻了 我准备开始按路两级 然后发现他就钻了 不过应该小钻转 没有大钻 震动不是很大 好 八十层Boss关 但是我看到别人打两天 就打到一两百层了 因为这游戏太耗电了 我出去玩一好就没变了 打一只怪给两万多 多加点防御力吧 我们防御力多少 十七万 我防御力倍数挺高的 快速清怪吧 我们技能换一下 换成这个 飞剑 还是这个跳斩 还是回旋斩好一点 巨大 转六圈 打Boss的时候换回来 换那个无敌的 可以转六圈 这六圈速度太快了 你都看不清楚 哪有六圈 不可能在战斗 好了 护盾 基本上跳跃斩 其实就是用来逃跑的 Boss放大招的时候 你可以逃跑 后手 我觉得这个远程呢 这家后手远程呢 我应该能干死他 啊能干死我 加多少 02.09 哎呀全是开出来一星的 同宝箱有两星的装备 我们可以看这边是有未鉴定的装备 未鉴定装备点一下 然后点一下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攻速是多少 你可以出售 也可以用转运就是两个宝石去换 换这个属性 嗯 这是不是打掉一层可以那个啊 打打掉这一层可以多拿点代币啊 看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放技能 比如说我这把武器 这把武器有什么提升攻速啊 提升暴击啊什么的 提升攻速其实可以的 啊 是不是他会有个宝枪 然后这边披风的话就是你释放技能之后可以提升什么伤害 提升这个21%的伤害 以及躲避期率是固定的 攻速就变快了 杀掉一个敌人会加攻速 呀呀呀 对墙角放技能量 哦 召唤的幻影其实挺好用的 复制人我觉得前期超好用 打怪清怪很快 这一层打掉应该给代币的吧 你看二点二点零九 给代币的吗 啊 不给 好吧 那么我们就直接晋升了 晋升就是类似于转身 就所有装备清零 然后 所有装备清零之后 然后他会给你代币 呃 包括那个有一个刚刚看到有一个两个瓶子 就是狂暴瓶 以及一个你看我赚了两两千 而不是两万多的 两万多的代币 然后这个是狂暴药水两瓶 以及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有可能开出来是 钱有可能开出来是东西 啊 你看这个经验值 啊 经验值我直接穿到25级了 啊 等级月高 你就可以解锁更多的技能 嗯 啊 我现在这个一上手啊 就一百多攻击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状态的话 没有买这个状态的话 没那么高 我们可以先买个防具吧 500 啊 这个这个1200 这个物理伤害果断要买掉啊 然后再买一个这个 你买到后面 他会刷新上来就是越来越贵 然后越来越厉害 而他会不断的叠加 它会不断的叠加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购买 以购买里面可以查看到 就是你看我现在物理伤害前面是680对吧 现在又买了200那就叠加上去就880的物理伤害 护甲的话从500多提升到了690快700了 以及这个技能伤害刚刚290嘛 现在是445啊 这个也是 这游戏其实挺好玩的 虽然是放置型你就让他会自动打 但是你也可以按按技能去打 按技能打得更快一些 如果你用这个狂暴瓶的话 直接窜层了 就是瞬间移动 他但是他只有几秒的无敌时间 大概10秒不到的 10秒的无敌时间吧 你看这个用这个之后 人像飞一样的 护甲值加23不错 你可以把这个所有的钱一开始全点 那个物理攻击上 你这个等级点的越高 你拿到下一个装备等级跟你是一样的 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我这个 我这个 开了狂暴之后 这个飞的打 速度超快 因为前几层我这个伤害已经超出了 超出了这种伤害了 一般打到这层的话 没那么多伤害的 没那么高伤害的前期 你大概玩到20多级 大概玩个几天 实在打不过就挂机 挂机挂一个晚上 然后他也会有钱 你挂机的状态下 他也是会去打的 使用技能后伤害翻倍 推荐这个平均甲 防御力也什么都要加 我才花了四分之一的时间 我已经冲到第十层了 Boss怪 而且他这个无理伤害就是 比如说一堆块上来 砍第一个是最多的 然后砍第二个就是五分之一的伤害 又冲了一次 看看是什么东西 哦 斧子 可以换武器了 你看我们可以拿到的武器是 会比这个低一点或者高一点的 哦 这个 1.4倍的致命伤害 如果暴击的话 那就是乘1.4 全部点掉他 太优秀了 一次杀 我平坎都能一次坎掉那么多人 又是一星的 给我抽个两星的呢 生命偏低死 这种东西其实没什么用 生命偏低的装备都卖掉他 这个无敌时间 打成成就 连杀高手 用这狂暴之后就是直接瞬移找怪的 自动瞬移 像自带外挂一样的东西 木头箱 披风 看披风是什么 16的伤害 啊 这个好 这卖掉他 还全部点攻击啊 一开始 你狂暴瓶的话就好是攻击越高 不要用那个技能伤害 技能伤害的时间慢 你就能冲好几次 基本上一个狂暴瓶可以冲到大概 18层20层多了 狂暴瓶没了 还可以传一次 直接干完BOSS走了 没了 没狂暴瓶了 你看木头宝箱 叉子 杀地以后 杀地以后啊 杀地以后就算了吧 杀地以后比较坑 还是攻击时候 就每攻击一次 然后获得那个加速会好一些 很少啊 很少抽这个装备 还有观众 这个现场观众 看直播观众 问这个游戏是免费的吗 是免费的 这个技能不就是暗黑里面的技能吗 这个震一下就在那边震啊震啊震 这个现在打的速度超快 20层了 我尽量冲到60层吧 冲到60层 我们这机先震到这 到时候等级高的话 再给大家再演示冲到后面几层 因为他这个要慢慢打 每天刷一会儿 然后每天挂个机什么的 准备好战斗了 其实打个三瓶药就可以到那边了 但是我现在回不了本啊 一次只能拿两瓶药 最多两瓶药 两星的头盔 受攻击后获得二的攻速以及生命偏低时的护甲 没啥用啊 没啥用没啥用 还是固定加护甲好 什么生命偏低加护甲没啥用 完全没有什么用处 九百多 九百多 那我们看看这个 我已经 这个九万多的伤害了 不是九万多 这多少 呃 九千多的伤害 二十二层 刷怪特别快 一瓶估计可以冲个十几层 两瓶可以冲 三瓶可以冲到快六十层 但是我拿不到三瓶 咳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咦 他不让我用 来测试一下 两瓶可以冲到多少层 中间 中间还冲了几层 你看我开了这个瓶子之后 真的是开挂眼的 太优秀了 连杀六个敌人 BOSS 直接干掉BOSS走了 他是每三十层一个大BOSS 比较强的一个BOSS 技能越多的BOSS越难打 什么分裂啊 召唤啊 什么 什么 自愈啊 那种就是还会回血的那种 还会暴击的那种 我刚刚问有好友是同吗 好友是同的话 这个游戏好像只有排行榜 没有那个联机一起 那毕竟是一个放置游戏 看这个是什么 鸡腿 稀有道具啊 我很少开到这玩意 22伤害 这个不错 加固定加那个伤害的 这个要 这个披风 这个好加45伤害的披风 我去 瞬间伤害就翻好几倍啊 我可以看现在伤害是多少 现在打怪都是 我 直接秒 拿着一个鸡腿砍个 我去 三万多雷劫 直接进入下一个街 药材用了一半好吗 木头宝箱 木头宝箱开不出什么东西 咳 超快 我可以看到 三十一层时候 我们可以拿一百零五代币 但是你到六十层的时候 可以拿一千多代币 所以越到后面越厉害 估计到九十层的话 那就是 一万多代币 又一个宝箱 看什么东西 披风 护甲值 算了 还是这个厉害 这个抖喷 这抖喷好啊 加45的伤害啊 就固定的物理伤害加45啊 虽然这里面看不到这个有什么东西的 是两万多 但是我砍出去都是三万多啊 三万五三万六啊 一个披风一个鸡腿 加了50%的武力伤害 只能冲到35层 并冲不到36层 战斗火腿 之前拿到过鱼 但是这个战斗火腿真的很难抽到 毕竟这一次抽到之后 转身之后就没了 不能保留的装备 还是看人品的 可惜这个游戏只有 只有骑士这个职业 或者木头宝箱 哎呀这个没用 卖掉吧 31的伤害 这22的伤害 毕竟还加护甲啊 沙迪欧获得护甲 而鸡腿厉害 我暴击五万多 才30多层我就暴击五万多 之前打到70多层我暴击才五万多 一个鸡腿 一火腿就死一腿 你把这个披风等级升高了 幻影攻击也是很高的 幻影攻击 因为幻影比你跑得快 可以顶Boss 这边幻影 两个人 就两个幻影砍一刀 一个怪就死了 风暴花园 我们就冲到60层吧 很快的 我现在这个 我现在这个 物理 不是不是这个 我现在这个属性啊 就是骑士这个属性 冲到60层 真的是闭着眼睛冲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呃 现在是多少 300的 就是三倍的金钱获得率 所以钱获得很快 你一开始玩的话 可能会很慢 等你到了 就是第一次转身之后 会快一些 然后多次转身 就多次晋升之后 就会越来越快 咳咳 给他凉出来 给他凉火腿就死了 银制宝箱 啊 又是一星呢 开不出两星的东西 这个没有 收攻击后 获得速度1 现在我要护甲值啊 最好是 不要什么受攻击啊 杀死之后 获得的这种属性 这种属性没啥用 我们再磕一个吧 反正录视频的时候 多磕几个 不录视频的时候 就存着 多存几个 哇 你看这个 一锤子 啊不是一火腿一个 特别厉害 一火腿一个人 一个怪 还是不放技能啊 就全家物理伤害 会好一些 把火腿等级加高 三瓶还冲不到60层 我以为三瓶能到60层 估计四瓶才能到60层 宝箱 这边是一个渔夫宝箱 哦 两星披风 这个厉害啊 不过没有那个好 还是加四十几的物理伤害的好 就是两星 三星就是有一个主属性 就是一个特殊属性 不一定开得到三星很难开的 下一层 把我死关 啊有观众说 左下叫鸡腿是什么 啊就是杀敌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鸡腿啊 战斗火腿 战斗火腿会有一个杀敌以后 获得25%的护甲 就是 你下面鸡腿数是插几 那就是 比如说7 那就7乘以25% 你的护甲值提升了 把这个140 百分之140 就是一个buff状态 啊又是这个刀 没啥用 16伤害的刀 就这里会有一个就是武器 比如说杀敌之后 或者攻击之后 获得的状态条 状态条乘以多少呢 就是 那就是buff条嘛 buff条越高 然后就把这个buff条乘以的倍数 和你的那个武器上面显示的 比如说10% 那就是 啊 前以6的话就是提升60%的防御力 啊 这个这个数值 其实这游戏还是挺好理解的 鱼腹宝箱 哦 两星的头盔 啊 没啥用 你看遭受攻击后 获得6%的伤害加成 还不是加护甲值呢 啊呦 17 那就这个吧 我这个等级太低了 可以再升一升 哇 瞬间从10级升到了多少 啊 升到了80级装备 然后我的防御力是15万还是15万 攻击力已经达到快3万了 又有宝箱 它有时候宝箱会让你看那个视频广告 看完广告才会送你东西 快50层了 加油60层就在眼前了 以后多存点这个东西了 来录视频的时候再用这个东西 平时不用 多用这个瓶子估计两三瓶就过去了 基本上一个旋风出去全死了 基本上现在60层以内的boss我都不需要手动控制去打 就自动让它去砍 应该能砍得死 无聊是可以方方技能50层了 我转一圈全死了 跳斩 伤害非常高 跳斩一次4万多 旋转 复制人 开个复制人加攻速吧 不是加攻速 加杀怪的速度 你就是那个 B能伤害越高 复制人伤害也是越高 准备好战斗 如果没有这个磕这个狂暴药水的话 你打怪就只能自己去打 你还打打回回打我都不掉血 皮厚的没话说 多少了 300多 木头箱子 应该没啥用 使用技能后获得24的伤害 这个的不容使用技能就是45的伤害 复制人开一下 咋够更快 还要几关吧 它是每三关会有一个boss关 对 肥肉 采下就死了 技能还是换成这个吧 加倍 两次阵击 ее 跳错了 都是两次的,两次是最好的 但是我要升到27级的话会有新的技能 下一关 Boss关,53 63很快 就技能回的太慢了 据说有披风是什么你暴击之后或者杀敌之后立马回复那个技能cd的很强的一个东西 准备好战斗 你可以反复刷来刷钱然后升级装备但是你也可以直接战斗 像这种Boss我估计都不用了,开两个这个,打我不掉血的 自愈的话就是他会回血,回血特别快 这把刀也没啥用 杀敌以后没有 这些我都是开过的装备,54层 有点像那个暗黑炮神3那个打那个大秘镜或者小秘镜的感觉 一层一层打 看你可以打到第几层,打不过你就可以用那个近身然后 从第1层再重新开始打 近身之后你会有这个 代币去升这个 比如说买那个东西 买了之后你会提升你的自身属性 55 55 尽量你如果想挂枝的话可以升第一个 不想挂枝的话就是靠智能打的话你就升最后一个斗篷 然后防具其实也要升一升 但是我懒得升我冲到60层基本不用很高的防御力 15万已经很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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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直接挑战 魔王泰恩斯卡 这魔王会放毒还是什么的 会毒你一下 前期也是蛮难打的 前期我在这里卡了好几次 运气好 然后还花了那个钻石过去的 用钻石强行复活打过去了 比较坑 新的这个没有 最好是这 像我这种啊 就是增加固定的物理伤害 百分之十几的 不要什么杀死之后 获得多少护甲值 这种其实没啥用 他正反了 好了还有几层啊 马上到了 最后一个敌人 应该还有两层啊 到60层我们看到这个金骷髅啊 上面这个金骷髅就是翻倍关卡 就是你打到60层的时候 倍数会翻 本来你400多的代币 那就是乘以多少倍 乘以1.5倍 那就是会多1.5倍 遇到后面倍数也高 到93应该也不是变成那个 就是你有一千多的乘以2.5 那就两千三千左右 下一罐 我是有层繁花小小镜 这罐打到60层就不用再打下去 或者你想打下去也可以 但是比较难打 就没那么好打 因为遇到后面怪越肉啊 你还不如打到60层 然后直接回去 存一下代币 然后再刷到60层 再存一下代币 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 战斗困难60层 啊不是59层 一字枚 精锐魔王 基本上靠跳跃来躲他技能 但是他基本上是砍不动我的现在 说实是困难 但是我那个自身伤害会比较高 打完他之后只有800多 你再打几关应该可以到1000多了 按住按钮以加快升级 就是你升级时候点注不放 他会自动升 就800 但是打完哪关之后 他还会提升一点点 倍数越高嘛 就是所有的这一层的所有的 那个同步奖励乘以2.5应该 倍率 所以越打越厉害 新披风 啊这个没有 好了那么这一集的这个不歇歧史啊 我们先玩到这里了 到时候如果有等级高了打到后面层数了 我再记得录吧 因为这种游戏也不像那种实况可以反复录 一天可以录一集啊 没那么快的啊 他这个是要花时间去刷啊打怪啊什么的 就像之前的那些游戏是一样的 这是那个什么 什么皇室战争啊什么一样的啊 比较花时间的游戏 而且这游戏玩到后面这个手机很烫 耗电也很厉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是多少现在 啊我已经22%了 我是现在是冲着电玩的 但是好像我没开那个 没开那个东西 所以如果冲着电玩的话也是掉的很厉害的 这个没有冲忘记开那个电源开关了 不管它了 好吧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 就点一下我们这个视频下面的一个订阅按钮 到时候有新的视频会有推送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下赛见嘛 拜拜 这下期待会我们下集结束